昨晚香港興起新一輪的移民潮 但不是真的移民 是社交移民 每個人都離開Facebook 進入MeV的世界 我們其實幾個月之前已經開了MeV account 但一直都沒有用 因為實在太過難用了 我們的老人家真的好過難搞 那不如現在我們分享我們的經驗 告訴大家 大家聽 究竟怎樣用 我們會拍一兩條影片 第一條影片就是教怎樣用私人 account 第二條影片就是教開page和group 究竟私人 account和page有什麼分別呢 起初我們是開私人 account 打算做家庭的 但發現很複雜 很快 所以最後都是給錢開一個page 算數了 那大家很快就知道 究竟這些page和私人 account有什麼分別 按MeV app 然後就 sign up It's free 那我就打了 按下一步 按打密碼 我當然是夠16歲 電郵登記 然後verify 這樣就會收到電郵 在MeV就發了電郵給我 那我就在這裡按 confirm email 那它就會彈出來 問你升不升級 那暫時不升級 那其實升了 context 就會容易找朋友 所以都建議 sync context 即將你的朋友list同步 那你就可以邀請你的朋友 或者開group 你可以設定你的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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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設定一個private group 或者私人的group 那個位置 你的profile 首先按 按 改圖先 按這個圖 那這個圖就按這個 Yay 這樣 然後 Cover photo 现在可以加朋友,是个人的帐户 会连接在我的手机里的朋友帐号 我便可以选择邀请人参加 除了刚才的 profile 之外,你可以在加朋友 在这里,你可以按这个公仔 你可选择邀请人参加帐号 你便会看到自己的连接 你可以将这个连接送给你的朋友 邀请他们参加帐号 又或者你可以Twitter给他们 或者WhatsApp给他们 亦都可以在右讯角这里 你可以选择QR Code 你也可以选择QR Code给你的朋友 你按了Share 这个按键 你就可以选择QR Code 你就会在相片里面看到QR Code 在Home那里,你可以看到一些 Miri Suggest给你的新闻 和更新的东西 你可以在这里 去找你想参加的community 例如我在这里打沖繩 沖繩旅行 按我们加入参加 参加 那你就可以看到沖繩旅行的东西 那你加入了的群組 就会在这个 All Communities 在这个位置出现 向下拉 就会更新了你的画面 然后在这里 chats 那你可以和你的朋友在这里聊天 我暂时没有任何 notification 又没有朋友 那我可以在这里加东西 在这个timeline 就是这个在Facebook那里 你的post 那你可以选择 post给所有你的contact 只是好朋友 那这个就要自己去设定 public 就是个个都可以看到的 那其实你的帐号就已经完成了 下一步呢 就是 改你的私隐 那你进到 这里more 这个位置 你就会进到这一板 那 在左上角 你会看到这个齿轮 按了之后 你这里就可以 设定很多东西 这个是你的帐户 那有名字 你可以加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那又可以在这里 改你的密码 你也可以在这里取消你的帐号 那要提提大家 这个名字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万一打错名字的话 你需要等六十日才可以去改 然后就关于他给些什么 notification 即是alert 你叫你看东西的 那你可以叫miri 不要传任何 notification 给你 那你就在这里按 然后就关于那些news 即是你加入那些group 也好news也好 你会提供你的优先次序 或者是优先考虑 或者是优先考虑 Home 就会看到新的留言 groups 这些你可以慢慢按 来看一下 不是那么重要的 现在暂时 这些用下了你就会知道 好了 在自己的home 这里 就可以看到 你加入了的东西 出的posts 即是这些feed 但是你看看 咦 为什么没有朋友的任何posts 在这个时候 你就要上回来 在右上角这个位置 filter那里 你要按 all 才会同一时间 出你朋友的feed 比如这个朋友 出了个posts 如果不是 就会出了其中 你选择的page 也好 group 也好 或者是 只是你朋友的feed 也好 你就会看不到其他东西 这个check request 如果有人跟你check 那他要request 那你就要求他request 你的话 那你就按 on 接着就是很重要的 privacy setting 和sharing 那me research 是不是让其他人 在mewe的平台上找到你 用你的名字 那你可能好像facebook 人家打你的名字 可以找到你 你可能小学中学同学可以找到你 那样 你这里 如果说不行的话 那别人就找不到你了 然后这个就是contact request 这个第一项就是 Allow anyone to send me a contact request 就是任何人 全世界任何人 都可以send一个 你做朋友 这个request给你的 如果不是的话 only contacts of contacts can send me a contact request 就是你的朋友的朋友 才可以要求做你朋友 那如果你想这样的话 你就按这个键 然后关于chat request 就是你加入了的group 如果里面有人想找你的 他要先传一个chat request 是你要的 那你先取消 那其实他的default 也是取消 contact list visibility 譬如他有一个人认识你的 在你那个me we contact 看看有没有其他朋友 那他也认识的 但又没有add 那他就可能在你的list 找到一些大家共同的朋友 那你给不给他们看你的contact list 你不想给的 那你这里就 那你这里就 tick了 不给 不给你的朋友 不给你的朋友 看你的contact list 那download private post 如果有一些timeline 你是share给一些 某几个朋友 只是指定有三个人看到的 那你给他们download的话 那你就在这里可以tick了 那好吧 我先试一下加自己做朋友 在清潜那里add 那他就会传个request给我的account 那我现在就在自己的电话那里按 接受邀请 有没有加分 对了 现在就加了我做contact了 聊天 好像facebook messenger 我们有一个小tips 就是可以join一下这个mewee港人入门群组的 home这里 你在右上角 按mewee港人 那你就会见到在group里面其中一个mewee港人入门群组 他们这个群组已经帮大家搜罗在mewee上面 合香港人去参加的一些group 那按入这个连结看看 你喜欢新闻时事的 你按新闻时事 那你按那些连结呢 就可以join到 那好了 我加入了这个沖繩旅行的group 那我进去这个看 那就看到有人share 就是okifamily的东西 那些东西出来的 右下角按 你就可以在group那里post post to 这个沖繩旅行的 按这个 按炭号之后呢 你就会见到 这个open group 有197个member 你可以按进去 看看有什么member 那你这个人 admin你想和他做朋友 那你按 你就可以fill 他的profile 或者可以blog 那你fill 你就可以看到他 你也可以在这里 invite你的朋友 进去同一个group 那你也可以set push notification 譬如group chat 如果有人在group 开始聊天 你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那你就take 你不想他骚扰你 那你就untake 就可以了 customize your group profile 你按这个 是for这个group 你想怎样介绍自己 那就在这里打 在miri 有一个很好玩的function 就是在你join了的group 他那个cover photo 右下角这里 你会见到感炭号 那你按它 你会见到有多少个member 最好玩是这个 customize your group profile 这个是facebook没有的 即是什么呢 你在这个group那里 你不想show 你本身的样子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group 改个第二个photo 来显示给其他group member看 所以在这个group里面 当其他member看到你 就会见到这个店铺的样子 就不是刚才Can say hi的样子 就save了它 那就搞定